さあ、始めましょう。 これはね、观光旅游的部分。 今回のテーマはこちら、ニーガタです。 好、那ニーガタ这个文章其实有分很多的段落。 这种文章的读法还有学习的方法可以怎么样拿捏呢? 我现在讲解的方向就是提到这个文章里头的一些单字跟文法的要点。 再来呢,你可能会发现, 这个跟一般生活用语所谓的口语的表达方式有一点不一样。 所以我会把里面的一些句子改成口语一点。 意思就是训练你把这个内容讲给别人听的时候的那种语气。 所以这样子你可以不只是这个很舒面语的说法而已, 就是修面语改成口语的训练方式哦。 OK,那我们现在开始练习看看哦。 第一段。 呃,刚好有点尴尬的位置。 是这样子念吗? OK,那第一句开始哦。 首先,新潟は本宿の中央より北側に位置する日本海沿岸の剣です。 好,这一句话如果改成口语一点,你会怎么说呢? 如果是我的话会这样说。 新潟は本宿の中央より北側にある。 位置する改成ある。 再来,日本海沿岸の剣です。 这个也是可以改成再白话一点。 日本海沿岸の剣です。 日本海沿岸、意思是日本海那边的意思。 好,再来。 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。 の書き出しで有名な小説。 雪国の舞台だけあって、積雪が多く、人気のスキー場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。 第一个。 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。 这个部分是一个小说的一句话引用的部分。 所以呢,没有什么好补充的部分。 因为是它不能改成比较口语的说法嘛。 但是有一个要点。 这边,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、抜けると的部分。 看后面的单字的整理部分。 它是翻译成穿过。 对,就是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、穿过トンネル。 那进去的话怎么样呢? トンネルに入る、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。 可以吗? トンネルに入る、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。 这两个修法可以稍微记一下哦。 再来。 这句话的后面可以怎么样改成口语一点呢? 例如说、雪国であったの書き出しで有名な小説。 雪国の舞台だけあって、到这边都是可以改成口语。 没有问题。 就是用家来也很自然の。 再来呢,積雪が多く。 可以怎么样改? 積雪が多く。 これは雪の量が多くて。 这样也可以呀。 雪の量が多くて。 再来呢,人気のスキー場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。 人気のスキー場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。 たくさん的部分が稍微轻松的语气。 你会怎么说呢? 一杯就可以呀。 所以呢,人気のスキー場も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。 这样子讲,感觉比较轻松一点。 好,再来。 哇哦,很长的语字ね。 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哦。 第一个,細長い形をした。 細長い形をした。 它是这样说吗? どこだ?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 下面一点。 ここね。 細長い形をした。 細長い。 長い是長的。 然后細長い。 細長。 是这样子。 細長い形。 所以呢,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啊。 像这个比。 也是細長い。 对吧? 細長い。 还有嘛。 如果又高又瘦的人。 哇,あの人なんか細長いね。 可以这样子来描述它整个感觉。 で, 形をした的部分。 細長い形をした的部分。 好。 口语的话你也可以改成。 細長い形をしている。 也可以呀。 している。 細長い形をしている。 或者更简单。 細長い形の新型。 改成の也OK的。 再来呢。 京都に近い南からバラバラバラバ。 这边就还好。 こういう書面语差不多一样的手法。 で, えっと。 そうだね。 最后一句。 我们看一下。 各地ごとの楽しみ方があります。 各地方ごとの楽しみがあります。 はい。 这个地方、 如果是你用讲的话, 那要怎么说呢? 当然讲这句话也可以, 但是稍微正式一点的。 如果口语的话。 我的话会这样说。 各種イベントまで、 地方それぞれ。 地方それぞれの楽しみ方があります。 地方それぞれ。 也可以这么说。 地方每个地方各有的楽しみ方があります。 楽しみ方就是享受的方法。 那楽しみ方があります的部分、 也是可以用動詞来表示。 リルは各地方それぞれ楽しみます。 楽しみます。 可以享受、 可以玩那种的感觉。 楽しみます。 那这样的说法也OK。 所以呢, 你可能会发现, 其实同样一句话, 也是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方式。 所以你不需要觉得说, 这个句子好陌生哦。 那如果你没有背好的话, 就不能表达吗? 不是。 你也许可以用以往学过的单字, 或者是文法来表达出来同样的意思。 OK, 语言就是这个样子嘛。 好, 那我们大概是按照这个方式, 来进行学习下一个段落。 了一下吧。 赛ین 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